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秦俊杰和张雪莹正式官宣 纪念在一起一周年,杨子隔空无奈祝福 最近,媒体突然曝光了杨子和一个神秘男子约会吃饭的照片 这个人戴着面具,穿着黑色外套,比杨子高大约半个头 没过多久,关于新关系的猜测出现了 之后新浪娱乐联系了杨子方工作人员 回应是拍摄结束后和工作人员一起吃饭并不是一种新恋情 当然,这也是杨子和秦俊杰分手后第一个新恋情的消息 自从杨子秦俊杰遗憾分开后,杨子就一直致力于自己的工作 最近,许多新剧即将上映 作为杨子的路人粉,她也对这两部新剧的到来表示了极大的期待 我不知道是否每个人都和我一样期待着同样的事情 4月11日,人们发现杨子的前男友秦俊杰低调现身 身着情侣服装,手牵着手 后来,根据娱乐博客作者的说法 这张照片中与秦杰军手拉手的神秘女士被怀疑是张雪莹 不仅如此,这位博客作者还分享说,自己还特意地去求证了双方,但没有得到回应 这一举动不可避免地让人们认为两人真的在私下热恋中 一开始拍泡沫之下一起吃同碗胡辣汤这事,另外在高能少年团中 张雪莹拿杨子童年照,直接说杨子的鼻子又大又黑,这让很多观众感到非常生气 事后,许多路人也说,即使为了节目效果,用这种方式评价人的脸也太没素质了 然而,更让人感到愤怒的是,在杨子和秦俊杰宣布和平分手后,杨子来收拾残局 如今不止一个娱乐博客收到消息,秦俊杰和张雪莹被怀疑在一起一周年 不管是真是假,一切都在等待官方宣布 无论如何,小编都祝他们一切顺利,不管怎么样那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你们怎么看呢?你们觉得杨子怎么样呢?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喜欢的可以关注小编 小编每天会更新新的文章,谢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